张学友结婚20年对病妻不离不弃,透露曾因为妻子严重的萌生离婚念头。 歌神张学友的声音永远让人如痴如醉,在今年2月时更有6场小巨蛋的演出,顺便一起庆祝与老婆罗美威的结婚20周年纪念日,两人在1985年一起拍摄电影《儿相爱》,之后罗美威也很少出现在演艺圈,为张学友生下两个女儿,甘愿成为天王背后的女人。 相互扶持住对方 根据东森新闻的报道,罗美威有助强烈的洁癖,更患有严重自闭,非常的爱前进,每一次外出一定要戴住口罩和消毒水,也一定会自备餐具不用外面的碗筷,若真的不小心忘记,一定会当场用开水不断地清洗跟擦水。 若是数十次以上,住饭店甚至会把消毒水洒在地毯上,让不少人都觉得有点神经质,龟毛的个性也曾让张学友苦恼过。 张学友曾经想让女儿养小狗,但是老婆认为会造成家里脏乱直接拒绝。 张学友虽然有给家里请飞庸,但是罗美威都相当不满意,觉得飞庸打扫一点都不干净,常常亲自跪在地板上用指甲把缝缝中的脏乌抠出来。 根据2007年报道中,罗美威一年就炒掉21个飞庸,曾有飞庸一气之下爆料罗美威根本有病,一天让人工作19个小时,更是飞庸们眼中的黑名单。 不过罗美威的强烈洁皮与精神上的故事与家庭环境有关,因为出身担心家庭,常常被父母欺骗,让她的内心缺乏安全感,出来工作后也患有严重自闭症,不善与人交际,是张学友的贴心与真诚打动了她, 才让罗美威对婚姻有了信心决定嫁给张学友,虽然张学友坦诚曾经因为妻子强烈洁皮与精神上的压迫,有过离婚念头,但是回首过往,最爱的还是罗美威。 张学友适合调整心态,懂得体谅与包容,认为罗美威虽然个性很硬,但是家中的财务都教老婆打理,让张学友非常的放心,更领悟到了夫妻相处之道,最重要的是给予对方空间,让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 而在张学友最潦倒时,是罗美威的不离不弃,让张学友反累说在我最潦倒的时候,我看到了美威对我的真爱,坚真爱情让大家非常感动。